登錄之後就會跑到剛剛的那個畫面 然後機械資料也都是放在GREI上 所以就是不用透過Facebook也可以做到隱存區就對了 它是跟Facebook要認證 然後就大概就這樣吧 然後像是為了測試我們還加什麼復活功能 再往前面加一個REV就會復活 然後像是那個兇手這些東西 雖然大家看到都是創遊戲的人也當兇手 但我們設定是你在創遊戲 一開始想要做的是你在創遊戲的時候可以決定開始時間 然後到了開始時間它就會開始隨機產生一個兇手 但是因為我們目前沒有就是在建立遊戲的時候 還沒做那個設定開始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建好遊戲就同時開始 所以只會有一個人當兇手 大家只會看到第一個當兇手這樣而已 然後還有其他很多地方要改良的 就 就以後再看看能不能慢慢做這樣子 然後 未來展望 大概就是改良吧 搞不好就以後可以看到別人上課來偷點開心胸仔這樣子 好 然後就我們的Q&A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他們 對 對 你要不要找同學說 這兩個都騙點 有沒有問題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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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